在外面點唱自己創作的歌曲 因為通常出來我們就會帶兩個人 那其實我們整個樂團有六個人 對 那這一首歌呢 它的名字叫做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意思就是呢 我們人類其實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多多少少 我們都會遇到一些不順遂的事情 或是不好的事情 讓我們的心情非常的不愉快 或者是影響 影響我們的一些生活作息之類的 那這一首歌其實是在寫說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不好也沒有關係 這樣子才是人類 帶來這一首歌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太多複雜的事情 我把他們統統裝進那台裡 太多複雜的情緒 該怎麼像他們統統清理 又是你 又是你 因為這個世界對你的情緒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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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還 無處可取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永遠 永遠 幸福的都是人類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太多些困難 我無所謂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我們生愛就都是人類 我們生愛就都是人類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我們生愛就都是人類 混亂世界中全國定位 Oh yeah 太多複雜的事情 我把他們統統裝進那台裡 Oh 太多複雜的情緒 愛怎麼像他們統統清理 You should be I should be 擁護這個世界對你的情緒 No way No way Oh yeah 現在 你 無數可取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永遠幸福的都是人類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永遠幸福的都是人類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我們下來就夠寫美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我要世界中交個對位 好 今天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題是防治數位性別暴力 它不只是針對性 這個對男生女生來講都一樣 那其實在小時候我有做過一件可能有一點性別暴力的事情吧 小時候那時候還是那時候還是用即時通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即時通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我的表哥非常的帥 就是非常的溫文儒雅非常的帥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獨生女 我並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我就很仰慕我的表哥 然後那時候我就把我表哥的他的照片當作我的大頭照 然後後來呢就被我表哥看到 因為其實我只是想炫耀說我表哥好帥喔 你看這是我表哥這樣子 那他就跟我說 你不可以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是 你已經是盜用我的照片 那這個樣子就是會不好 如果我說了什麼言論或是做了什麼事 別人可能會以為是他做的 所以他就有當下制止我 那我就趕快把照片換掉 換成一個卡通圖案 那什麼卡通嗎 什麼卡通 那時候好像是彎彎吧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彎彎 所以 其實如果有一些人其實是無意識的 會去做這種性別暴力的事情 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特意的去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我們有發現身邊的人 有發生就是他可能正在做著性別 就是網路性別暴力的行為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就是跳出來 就是告訴他說 這樣子是不可以的事情 怎麼了 沒有我只是想附和你說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對 我有趕快改過了 後來就不敢再報用別人照片了 好那接下來下一首歌曲 也是帶來我們自己創作的故事